屏東小琉球今天晚上 又傳出全島大停電的狀況 民眾拍下整個街道全都是黑漆漆一片 只剩下街道上的車燈有亮起 而時間就在今天晚上9點32分的時候 無預警突然跳電 來看一下當時畫面 小琉球又停電了 不過得到消息是 雖然是在35分鐘之後陸續來電 但是還是有部分的地區尚未復電 不過在今年6月的時候 就因為遊客太多天氣炎熱 導致瞬間用電量提升 才會導致線路自動化的開關 過載跳脫造成跳電 那現在是平常日 但是還是在暑假期間 是否又因為用電量超載 因此跳電目前台電人員 還在進一步調查釐清跳電原因 以及影響互數